尝遍日本100碗面的第27碗 牡蠣高汤巧麦面 如果有人问我不爱吃日本的哪种食物 答案一定是搜吧 摇起来没劲到 咽下去没味道 我真的是不明白 日本人为什么那么爱它 不信邪的我 今天再来挑战一家银座的老店 开业130多年 据说附近的上班族最爱折家 要了一份牡蠣高汤巧麦面 和必点的可乐饼 最贵的季节 限定和招牌的名物都安排上了 这回要是还是吃不明白 那属食是和搜吧没什么缘分了 先说好的部分 汤头是用坚匀和昆布煮的 加了牡蠣以后味道更鲜 入口清爽顺滑 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宽芋汁甘甜 牡蠣的个头很大 肚皮鼓鼓的 咬开的时候 尺边会有奶油一样的口感和海藻的清香 底汤和焦头倒是能吃得懂 没把握的就是搜吧本身了 好在它家的面条都是现杆现煮 虽然还是很软 但表面有一层明显的弹性 两种口感对比之下 是能吃出来一些 乔麦颗粒和香味的 可能这才是很多人喜欢搜吧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招牌可乐饼 说白了就是大号的鸡肉丸子 里边加了鸡蛋和山药泥 通过油炸定型 口感蓬松咸咸甜甜的 虽然吃搜吧不像拉面那样 有大肉的焦头 但有了它也算是让我们这种 肉食主义者感到满足了 今天这餐消费2300日比 对于搜吧这种面食 谈不上好吃和爱吃 至少知道了问题不潜在于我 做的好的搜吧还是可以接受的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